北检侦办桃园合一住宅弊案 桃园县前副县长叶士文自白 在A7合一宅也收贿 昨天已经缴回新台币400万元汇款 到北检的账户 法庭人士指出 叶士文已经坦纯犯刑 又缴回了犯罪所得 应该可以适用贪污犯罪条例 第八条第二项规定来减轻刑责 办案人员也透露 检方最快下午就会提讯叶士文